黏手是我們冥村裏面 是練習我們的觸覺和力覺的感覺 是將對方給我的感覺 聽對方的來勢 而是做我的攻防的反應 現在我們做的基本的黏手動作叫做伴手 這個手當他攤我手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就這樣在這裏 左轉右轉 就是這樣轉 而是我們每一個動作裏面 是有防守的 亦都有攻擊的 譬如我現在的手 我綁這個手 他攤手去哪裏 我是入不到的 現在他攤不到的 他的手打下去 我是入不到的 入過來不到的 在兩邊 綁和攤 是在我們拳種 我們冥村的三個拳種裏面 是千變萬化 和亦都是雙生雙黑的 我們去綁手 我們的拳 我們的拳 是要 埋著 拳 拳 拳 手 手指 手腕 全部都是放鬆 手腕 是要聽別人的 和他的來勢 譬如我的手腕現在去做 我就要打他 我做 我就要打他 這是我們冥村裡面 是不需要夾勁的 是要聽他的來勢 譬如他現在來打我的 一手腕我就要去做 我的手腕 左手腕 要做 2 3 2 人 溢